你跟一個人不熟 可是當時他就是會很直接的告訴你說 他喜歡什麼或是他不喜歡什麼 就你會明顯的感覺到 對 然後我們其實花了一些時間把頻率對在一起 我記得一開始我們上了很多表演課 然後就要讓我們打破我們中間那一道牆這樣子 就我們還有擁抱啊 對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說我印象要靠你囉 就是他們都一直旁邊的演員很靠你囉 對 因為你有經驗啊 你演過底下鐵啊 那時候蔡米又只敢抱兩小會啊 對 而且抱還是只是上半身的肩膀 為什麼我覺得他走過的跟我走過的很像 你等一下必須要說一下 你也是一個聽憂念障害的 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偶像出身啊 好煩喔 到底是什麼 你幫我們當什麼 那你把人家當過 對啊 抱抱都很靠近 他們都超遠的 所以反而女生比較可以靠近 男生反而比較 木納 娃娃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第一次就是跟蔡米又碰面 然後去拍拍照嗎 拍照嗎 對 拍照那天 他看起來非常有距離感 但我還是就是很努力的要試著 逼他跟我講幾句話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是當我很緊張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一直講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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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很緊張的時候 然後還會一直笑 對對對 那個時候好像那整天都是這個狀況 對 因為我想試著引起他對我的注意這樣 可是你知道我就以為你就是這樣個性 沒有 在當時 我後來才發現其實不是 只是你很緊張 我才會 你才會這樣 對對對 我想讓整個空間充滿我的笑聲 對 對 對 就那個時候就是去見其家拍照嘛 然後那時候是傳導小鳥 對 拍我們 對 我覺得也是一個還蠻特別的經驗 他拍很快 他就很安靜在旁邊就一直拍 然後就旁邊就魏如萱一直大笑 對 一直講話很大聲 然後我在旁邊就是一直 一個很呆滯的狀態 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麼拍過來 但那些照片好像都蠻好看的 對 因為現在還有在 好像很熟的樣子 那照片 靠枕頭啊 打電話啊 吃蛋糕什麼 就好像都還 有那麼一回事 對 那後來金牌練場呢 金牌練場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我真的看到演出前的時候 我都還不知道怎麼跟蔡柳溝溝通 我想說算就這樣吧 把我台詞背好就好了 對 我都還是這樣 然後也兩個人這個相遇的 有夠不會相遇的 超尷尬的 超尷尬的 然後還上什麼就是 很多要什麼幫彼此按摩 然後我們根本就不敢碰 你們的擁抱 我真的記得你們練了應該一百次吧 然後都已經到演出的後台 你們兩個還在設計說 我一隻手推你還是兩隻手提起 然後我要多久去抱你 有沒有 對 超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經驗也很少 很少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林派翁說 還是不要抱了 就是牽牽手就好 對 然後一換成就說不行不行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 對 那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排練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要克服的事情就是 就是 因為在戲裡面 不管是蔡米歐跟榮佳 或是蔡米歐跟娃娃 都會有很多的互看 而且要盯著彼此看 對 那 這個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當時 就是 娃娃在排練場裡一直笑 我其實有一度就是 心裡面是有火的 因為我想說 我是很好笑 對 他真的跟我講說 我很好笑 我很好笑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完了完了完了 他真的火大火大 然後但是我還是忍不住 我還是好想笑喔 但我後來可以體會那是什麼 真的好害羞喔 就那個一點點什麼就突然會 對 就覺得 很好笑 然後就很想笑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害 你不是 所以我自己這樣 我自己說我自己很害羞 好像有點噁心 但我就不太 不太敢 你是不是看到我的眼睛 覺得很緊張 我看到神的眼睛 我幹嘛很緊張 只是我覺得 就是突然有那種 要愛他的感覺 就是 我為什麼要突然要愛他 然後就是我還找不到一個 很 完整的理由這樣子 還不知道愛他的理由 然後就是在那邊 就是要 那我就覺得好噁心喔 為什麼要突然這麼浪漫 然後我就不敢 然後我就 一直笑 然後一直笑到哭 那最後怎麼了 那個 最後在舞台上沒有假 就沒辦法就要演出了 嗯 可是其實你們四眼相忘 一直都是 三年就開始 而且我們也有試過 我有試過一個方式是 我不要 他不要看 就算在看他對不對 可是我是偷 偷是一直在看他 因為是邪式的狀態 對 然後他就跟人家笑 對 所以後來發現這個方式 就沒辦法 不行 就要看 就是 後來我真的是 就是花了一些時間 好像我都很主動 其實沒有我自己花了一些時間 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心打開 然後我必須相信蔡明佑 然後蔡明佑也相信我 就在那一刻我必須要真的愛他 對 那我是花很久的時間 然後他們旁邊的演員 就有 要感到 對 就是要教我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那我會 好好就是愛他 愛他 因為你們在下半場 我覺得我很印象深刻有兩首歌 一個就是遊蕩 遊蕩的歌 其實在最後的一次副歌是娃娃唱 然後蔡明佑會從 異幕出來 對 異幕出來 然後其實是 不是真的看到他 應該是腦袋裡面看 我很想念什麼 對 那那一幕每次 在演出的時候 每次都會讓我很很有感覺 那另外一個就是滴滴心水的時候 對 所以 就是 你就是覺得你要愛他 然後就可以做得到了 你自己在演出的時候 不是愛他就可以做得到 就是 就我一直以為演戲就是 舞台上面的事情 然後我就一直去聽蔡明佑其他的歌 我就去找他所有覺得可以的優點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走火入魔道 我去洗頭 然後洗 洗頭洗一洗 然後就再放蔡明佑的歌 然後我臉就紅 對 我是真的就是 就是 所以你覺得有一點點假性的真的 有一點愛的感覺 有有有 可以這樣說嗎 一定要 然後就是一直傳簡訊給蔡明佑就是 我要把我自己弄到一個對 我就是喜歡他那樣子 對 然後就覺得 演戲然後神經病喔 然後我 因為那個演戲是真的 你絕對不能假 因為你一假台下的人就會發現 那我也沒有 我也騙不了我自己 然後 欸我剛剛講什麼我突然忘記了 我也騙不了我自己 然後 對就是 對就是 入戲他還是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我們巡演很多場嘛 然後我到回家晚上 你們在一起演出有 40到42場吧 有 有 我連做夢都夢到 就是我 都還在 就是我們一台巴士 然後全部都要出去玩這樣 就是要去下一個地方 要去那裡 這樣 就我都已經在 已經就走火入魔到 我的生命裡面 全部就是充滿作用 然後時不時就要想到蔡明佑太 不知道要在幹什麼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就是 要把它想得非常的曖昧 就是我自己挖洞給自己跳這樣子 所以我也是花了一些時間 才拔出來的 拔了不 下面又來 我 我其實是 就是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包括 在真正在舞台上要 很愛魏武璇 很愛 離開小姐這個角色的狀態 我也還沒有抓到該怎麼做 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次演出 突然打開了一個東西是 我就相信了 我就相信這個劇本說的一切 我相信它存在 存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每一個城市裡面一定有一對這樣的人 他們就是遇不到 然後 然後 從此以後我開始 只要這一齣戲 一開始給予命運 我就開始這個故事 然後 就是從頭到尾的看過它一遍 但是 我原本以為我會疲乏 關於 我都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可是我發現好像沒有 就是 每一個階段 去詮釋 遺憾先生 或者是再一次的感覺他 我都感覺到這個人真實的存在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經驗 Even到這一次的 18年的版本 我都還有那個 我在旁邊 撤台聽到音樂的時候 我都會好 好想哭 就是有一 那個 我在出來說找不到的時候 那個旋律要消失的那一段 對啊 就是突然還是 會掉到裡面去 是因為我相信這件事情 對 所以 所以